吃早餐囉 再過30分鐘 就是我們北高挑戰賽的開始時間 那就是開始之前 我們早餐就是一個果凍加上一包Pro 它大概就可以補足我們基本需要的熱量 還有一些胺基酸的部分 待會我們就準備前往 左營高鐵站挑戰會場 北高挑戰賽賽即將開始 我們現在人在左營高鐵站 待會我們的挑戰呢 就會由教練來帶領我 那教練 等一下我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 跟著我就對了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台北見 出發 GOGO 我們現在已經騎了19公里 準備進入20 現在沒什麼車算好騎 而且現在高層的風超涼的 感謝前面兩位幫我破風 在後面我的平均瓦數大概只有160 140到160 他們的瓦數比較高一點 可能會到200 所以很感謝他們 那現在 身體的狀況 我覺得還是OK 今天狀況感覺還不錯 沒有到很累的感覺 洗起來覺得 還不錯還不錯 感覺不錯 希望可以繼續維持 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吃個果膠再上 目前里程大概是28公里 剛剛均速都大概35到40 蠻快的 所以我們拖到一點休息時間 先停一下 小休一下 我們Amino Vital這邊有幫澤瑞準備了補給的策略 接下來由我這邊來做簡單的介紹 這次呢 澤瑞他是預計大概14到15個小時完賽 所以我們建議他至少兩個小時要做一次補給 我們建議澤瑞在每兩個小時至少要補充一次Amino Shorts 能量的來源 跟維持身體狀態的Amino Vital Pro 那Shorts的部分是大概可以提供100卡熱量維持澤瑞在 騎乘當中的一個能量的穩定的一個提供 目前32公里 我們在潔定 高雄 下一站是往 台南 江峻廟 大概還有三四十公里左右 Go Go 然後我們現在就進入 台17線一路一直往前的階段 一無止盡的路都長一樣 台南運河 台南運河 路下路下 雲林的朋友 我是你的破風嫂 從高雄跟我們一起上車 然後他要一路 騎回雲林上班 超讚 超熱血 超美的耶 超美的耶 這裡是台南運河吧 我們從 天黑騎到天亮 但還沒看到日子出啦 沒有看到太陽出來 但至少 天亮了 三十五年 地板運河 山洞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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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時了 現在66公里 騎完2小時的時間 所以均速大概是 我們有超前 大概6公里左右的距離 可以讓我們休息 但因為我沒有記憶休息時間 所以 確實這樣還是要以教練內部表為主 我們下一站 吉安宮 應該只剩 一點點距離 剛過兩小時之後 說真的其實我 有點想睡覺了 可惡 騎到一直在分心 要一直專心騎 不然會睡著 我們到了第一個休息點 大點 這邊是台南的 將軍吉安宮 我們目前 騎乘時間大概是2個小時 然後我們騎了69公里 如果含休息時間大概是2個小時 20幾分左右 算是有點超前我們進度 所以 休息時間都還OK 那希望可以這樣維持久一點 也很感謝剛剛 跟我們一起 在高雄上車的朋友 他也一路出來 跟我的教練一起在前面幫我破風 然後這段其實 天氣因為現在才6點 所以都還蠻涼的 沒有到很熱 體能狀況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是就是 希望後段的時候 可以維持久一點 下一站 我們往嘉義出發 GOGO 一百公里了 兩小時五十八分 所以我們現在均度大概是33公里多 七成的均度啊 現在在嘉義 然後我們現在再開 你頭 stal狀況 我 是 好 这个节目是阿弥陀佛的提供 那当骑的那一段跟上一段比起来 这个30公里是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我们全程几乎都没有风 然后所以骑的时候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独腿 跟上一段37 38时速的时候那段差很多 因为在那段是哪里啊 嘉义在嘉义那段的时候是顺风 所以骑一样的瓦数大概可以到37 38 但刚刚那段就蛮辛苦 而且天气越来越热 现在已经9点 所以一样的瓦数之下 速度越来越慢 我们这几个5公里就均速都有往下掉 我们现在骑了150公里 准备进沾化了 现在在佐水溪上 然后这一段稍微有点逆风 骑乘起来速度有稍微往下掉一点 希望待会西南汽流可以多给一点力好不好 帮我们吹回台北 我们现在就在佐水溪上了 目前155公里 我们现在在彰化的方苑 距离路滨门市剩下25公里 快要一半了 我们目前的时间 已经进行了6小时 骑乘时间 4小时45分 185公里 路滨门市 终于到了 可以吃饭了 我已经骑了6小时 终于到了 彰化 一半 好我们已经到彰化路滨门市了 目前我们已经骑乘的距离是185公里 然后时间我们已经骑了 移动时间 是6小时 但总时间已经花了7小时 中间有一个多小时都在休息 那现在彰化已经骑了一半 所以我们即将来吃一点东西 午餐补给一下 然后刚刚在那个过程 其实那整段都算有点小逆风 因为在上上下下的过程 然后就有点大腿抽筋 所以刚刚就是真的是速度有稍微掉一点 那我们吃饭 等一下继续 肥上 还有最后一半的距离 在后段的部分可能哲瑞的疲疗状况比较会出现 所以我们会增加它一个补给的密集度 大概会变成两个小时变成一个半小时左右 就要补给做一次 那补给的内容包含就是我们Amino Shorts的能量影的部分 那原本补充Amino Vital Pro维持生理状况 这次氨基酸的部分就会改成吃我们Amino Vital的Gold 帮助它的恢复可以提升 吃饱了 我们的北高挑战360下半场开始 目前185公里剩下最后的175公里 教练 然后这一站路兵多了一个新朋友 最后一半了还有豪远 Go Go 终于200K了 等好久 还有160公里 太远了吧 现在就由我们刚上车的新伙伴带领我们 但维持一样的瓦数 我现在腿已经快不行了 下一站台中 请不做我 210公里 嘉賓來了 下雨了 可惡 越後面考驗越多 但現在下雨其實也蠻爽的 稍微涼一點 我們這一段現在在院裡往白沙屯路上 這一段現在感覺蠻順風的 大概160瓦都可以推到40公里 還不錯,希望可以繼續把我們吹回台北 我們現在已經到院裡了 距離剩下135公里 目前已經是235了 然後剛那段下雨之後 其實大概過5公里之後就開始停了 但是變超悶熱 因為地板都是開始雨的蒸發 然後整個變很悶很悶 然後待會我們下一站就是白沙屯 拱天宮 大概還有幾公里啊 應該有30 快40公里 希望可以在7點前回到台北 希望啊 休息一下 出發,我們要去白沙屯拱天宮 243公里 我們現在在通宵市區往外繞 前往白沙屯的路上 還好這一段都算小順風 直速都可以繞3637 感謝小金破風 終於 終於 終於到 白沙屯 拱天宮 好遠喔 現在已經250公里了 大概 剩下最後100公里 就可以回家了 我們終於到白沙屯了 現在在公天宮 我們現在的里程已經來到了252公里 距離最後一段只剩下108公里了 真的是越後面這一段 不管是風阻啊 或是補給上 其實都是一個考驗 所以我們在休息點 變更密集 然後在補給上 從Pro也換成夠的 希望最後這一段可以撐完它 因為我剛剛在騎的過程中 其實一直隱約 感覺到我的小腿快抽筋了 所以希望 最後這一段可以完成 那最後 100公里的路程 希望可以在7點前到台北 後面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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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才到大圆 好美哦 这边 我已经不知道我在骑什么了 335公里 骑到现在我就有一个感想 除了我的脚 肌肉蛮强之外 是我的心跳怎么可以持续 这么高强度跳了十几个小时 真的蛮厉害的 好累 讲不出话 好累 讲不出话 好累 讲不出话 快到了 最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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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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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終於到了 我們花了 騎 15個半小時左右 騎了11個小時10分鐘 終於到了 好感動 成功 360的挑戰 真的強度太高了 而且我練超少的 還好我們趕在 15個半小時以內完成 我們開始設定目標16小時 還好達成了 然後我們騎乘 的時間 移動時間大概是 11個小時10分鐘 恢復時間3.5天 我們的平均時間 有騎乘的時候大概都是 32左右 最高到61 這次的過程就是 挑戰360真的是團隊很重要 你自己跟騎根本就 太痛苦了 還好我們 就是 整場比賽中 雖然是自辦賽事啊 但是 就是場商他們很用心 幫我們準備了 不管是補給品或是休息點 甚至全程都跟我們 就是有補給車 所以在 就是整路的過程中 我覺得 還好這些東西 才可以讓我們順利完成 重點是 就是我的破風手 就是 唉 謝啦 就有破風手在 前面幾乎扮演很重要的腳聲 我從頭到尾幾乎沒有出來做工 很感謝我的教練阿甘 還有他不然我根本就騎不完 還有我們 同行的 小心 還有前面另外一個朋友 他們都有幫我們 帶領了很多 路段 要不要結尾啦 我不是說好了 我不是挑戰成功 挑戰成功 喜歡我的 我跟你講我剛剛真的是騎到後面很痛苦 騎到快生氣了你知道嗎 就他們一直騎超快的 然後搞得好像已經快到終點 剩5公里這樣 他們那時候都大概騎到37 38公里 我在後面跟到一度已經快掉了 還有小心一直 就是停下來等我一下 把我帶回那個隊伍裡 不然我真的快 快要放棄了 好啦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個喜歡跟訂閱分享 這也可以訂閱我 我是你的家人梁卓瑞 希望下次不要我這樣的企劃 我們下一集見 感謝這次的 乾爹就是我們的AMINO VITAL 讓我們全程可以挑戰順利 好啦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今天是賽前如果準備時間是比較充裕的狀況下 我們會建議澤瑞在 比賽前兩個小時先補充一些像碳水化合物的部分 像飯糰啊香蕉之類的 那如果說時間比較緊迫的話 我們建議澤瑞 在30分鐘 開賽前30分鐘 一定要補充AMINO VITAL PRO跟 PE 就是AMINO VITAL能量凍 的一個補給 這是熱量的補給 跟胺基酸的一個 肌肉的一個材料的補給 然後我們剛剛 騎一騎啊 騎到有一段 其實是有點小晃身 差點我們兩個人就噴掉了 我們剛剛的狀態就是 他在前面破風 然後我在後面 我們這個後輪跟前輪有一點點重疊 然後那時候有點晃身 然後就這樣撞上去 撞上去我們兩個車就一直這樣 聲動擺尾 然後 還有他前面有hold住 結果他說要拉很緊 他說我再停一秒 我們可能就噴 因為我手那時候扶著那個 中間的那個 把手的地方不是煞車 我就按不到 差點噴掉 不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AMINO VITAL 有一點點以為我全部都有 變成這樣 而且是說 人類就是 那個停車